很多家长在孩子不乖的时候都会说 再不乖就带你去打针 这也让很多医生听得很无奈 更凸显出孩子看医生的时候 常会很怕医生 其实呢父母只需要用一些方式 就可以让孩子乖乖去看病 来听医生怎么说 很多小朋友一看到穿白袍的医师就开始哭 甚至有一些小朋友就一经验不愉快 有些大医院的医生 他都不笑都很苦 然后都不笑 然后就会觉得很恐怖 根据调查 97%的小朋友看医生都会哭闹 57%的小朋友看完医生做噩梦 还有91%的家长听过大人跟小朋友说 不乖就带你去打针 这样恐吓孩子医师听来很无奈 不过更关心的是 小朋友因为排斥心理影响到诊疗的效果 如果小朋友都非常恐惧 也不喜欢吃药这些 事实上治疗真的是比较困难一些 医师也提出仔细告知小朋友 接下来要做什么检查 或者打针的时候让孩子玩吹泡泡深呼吸 不但把孩子的注意力从打针引开 也可以缓解打针的疼痛 用些小技巧就可以让诊疗更顺利 不过医师也担心 现在小儿科医师就跟着少子化的趋势越来越少 根据卫生署统计 2008年0到4岁的住院人数就有15万6千多人 医界认为虽然少子化让医疗体系面临考验 但也是一个思考提升服务的机会 只不过家长最重视的还是儿科医疗人员除了专业 还要有安抚孩子的技巧以及同理心 记者欢迎入吴家宝台北报道